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1月29號的台股最前線 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 應該算是一個戲劇性的一個發展 因為在上個禮拜六 美國股市呈現了大幅度下跌的狀況之下 我相信大多數的投資朋友 都會覺得今天的台北股市 應該會呈現大跌 不過你可以看到 最低點是來到17 167之後 很快的向上去做一個拉抬 高低點的差距是來到248點 而這個17 167 跟現階段季線的一個位置 差不到10點的狀況之下 當然會有很多人跟你講說 這個代表的是季線 它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防守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以及在接下來的一個行情裡面 你應該如何來做觀察 我想這是我們在今天的一個節目當中 會來跟大家做分析的 所以首先我們先針對行情的架構 來跟大家做報告 上個禮拜事實上我們有跟大家談到 行情接下來大概三種走勢 一種是B型反轉 一種是區間震盪整理 一個是往下去做一個破底的走勢 那目前當然原本往上那個當然就不存在了 最主要是往下做修正 然後拉起來接近到這種區間震盪整理的一個行情 那如果說以季線的一個角度來看 既然大家談到季線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剛好是碰到季線的位置叫做17178 我剛剛講說今天的低點叫做17167 所以相差11點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好那為什麼能夠發揮防守效果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來自於說 季線的扣底在這個位置 現金段在這個位置對不對 所以你後續的一個行情 不能夠說它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因為正常來講 如果你是那種把低點慢慢踢掉的話 它的均線的翻揚的力道上面會比較強 那它現在扣的一個位置是 大概跟現在的一個價位差不多 換句話說 它均線走平的那個機會相對來講是比較大 不過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今天來看 那我們剛剛看到 側季線然後季線翻揚 所以有手 但是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它並不算是一個 完全站穩的一個心態 那之所以會這樣講的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在於成交量 3181億 這個是今天的一個成交量呢 那為什麼會特別強調成交量這一塊 因為簡單來講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你在整個回測的一個過程當中 要嘛你在相對低檔 去做區間的震盪整理 三天不破第一把底部打出來之後 這是一種反彈的一個形態 那另外的一種反彈形態是什麼 就是代償下引線的紅K棒 而且是必須要代量 我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當時在16162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不是告訴大家要搶反彈嗎 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帶我的會員朋友搶了兩支個股的反彈嗎 一家叫做2409的友達 另外一個叫做2371的大同 大家如果是 夏老師節目的忠實觀眾朋友的話 應該都還有印象 那個時候標準的形態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說他破底 但是他有反彈的機會 因為當天下引線紅K棒 而且是一個大量的一個位置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今天應該這樣子講 他唯一的敗筆就來自於說他的一個成長不足 那既然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換句話說 他不能夠走那種下引線紅K帶大量 這種所謂的反轉的一個訊號 那怎麼辦 他只能夠走三天不破敵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在未來的一個行情裡面 當然今天晚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表格是 在1點半的時候 請導播稍微幫我們帶近一點 這個是1點36分的時候 道琼的 道琼的Index 就是那個道琼的電子盤 他漲0.36% 漲124點 S&P500漲0.64% 然後納斯達克100漲了0.97% 換句話說 為什麼要特別跟大家強調這件事情 就是原則上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應該能夠反彈 然後如果再不能夠反彈 或者是開高走低 那問題就大了 但我要講的一個概念是說 談起來能不能夠再把盤往上帶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 為什麼要看1點半的一個行情 因為很簡單 因為1點半代表就是 你看到了我看到了全市場都看到了 知道說今天晚上我針對美國股市的預期 我認為道琼會漲124 S&P會漲29.5 然後納斯達克會漲155.5點 這樣子的一個預期的狀況之下 它反映在盤面的結構是什麼 反映在盤面的結構就是跌41點 簡單來講我本來應該跌更多 但是我認為今天晚上美國股市會反彈 所以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換句話說接下來是一個加減法的概念 簡單來講我今天跌41點 是反映我剛剛所談到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如果你能夠漲的更多 當然我就把我今天沒有漲到的還給你 所以明天會繼續往上開高 那漲的差不多那就是平的嘛對不對 就是一個平盤然後多空工房 如果漲的比較少 甚至變成是跌的 那明天它會再回來回測 這一波低點的一個位置 這下老師要告訴各位的是在於說 現階段的行情 大家會覺得說 老師它過去的那個行情不是都很篤定嗎 反正你講什麼方向 然後後續它往什麼方向去做發展 那為什麼現在要給這麼多的條件 那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相信不只是我 其實現階段的一個分析 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疫情 因為這個東西它其實跟經濟基本面無關 因為你說老師那疫情出來 不是會衝擊到所謂的一個經濟基本面 或怎麼樣嗎 那個是後續的數字 你現在反映在股市上的叫做股市的心態 所以這個叫做 簡單講為什麼大家都會跟你講說 疫情沒辦法判斷 因為這個反映的是人心 就是你對於這個 所謂新的變種病毒的恐懼到底是多少 所以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評量的 所以你只能夠一步一步穩扎穩打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 好所以講了那麼多 我們幫大家去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原則上季線還沒有確認去做一個站穩 但是不破今天的一個低點的話 可以以短線多方來做應對 這個地方還不是空方 因為你要跌到季線以下 它才會是一個空方 好所以我們剛剛談到 側季線之後收繳 但是量能不足 所以它不是一個確認站穩的一個心態 那美國股市的一個反彈要超出1.5 當時電子盤的一個漲幅 如果能夠開高或者是小跌 那原則上可以短線操作 為什麼 大家不是剛剛講說 老師不是說要那個3日不破低嗎 那上個禮拜 禮拜五一口氣跌了200多點 或許你會覺得200多點跟今天的低點 好像不是那麼安全距離 因為17167跟今天的17328 大概差160點對不對 那160點好像過去你會覺得很安全 但現在可能覺得不是那麼安全 但是因為最恐慌的 我們禮拜五反映過了 美國股市也跌過了 那只要今天晚上美股沒有跌了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到 它能夠談一定的幅度的話 那基本上能夠開高 你大概就可以拉開200點左右的一個差距 那200點的差距 它就告訴你說 因為明天是第一天 就是我開高我不破低 我明天是第一天 那接下來我有兩天的時間 一天給你100點的扣打 相對來講 它比較容易形成3日不破低 那這個時候你就有一點 這要怎麼講 這叫頭疾部 就是你認為它開出來給你看了 那你就大概知道 3天不會破低的狀況之下 那個時候可以去搶短的操作 應該這樣子講 不是說3天一定不會破 但是相對來講機率比較高 那當然就可以去吃一點豆腐 去做搶劲的動作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你要去做一個減碼降檔的一個操作 這是我們提供給投資朋友的一個建議 因此我想很明確 就是開高或小跌你就偏多做 那如果是開大跌 那我覺得你該砍還是要砍 或許大家會覺得 老師你怎麼會在大跌的時候叫我們砍股票 我說真的 事實上應該這樣子講 因為大家已經錯過了最好的那個時間點 因為我們是在上個禮拜五 開始有做一些比較持股的調整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不是全出 但是你看這個一根藏黑下來 很多人可能套在山頂 或者是這個回檔的過程 你這時候已經錯過最好的時間點 但是如果說要繼續往下的話 那可能下面會比較不好去做判斷的時候 該出場該減少損失的 你還是要做 這個部分就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好但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說老師難道我們要全出嗎 好像也可能對大家來講 可能不是那麼的 應該這樣子講 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你在股市當中 還是要保留一點部位 不論說是多方的部位 空方的部位 因為這個才會讓你對於盤有敏感度 所以我是覺得說要嘛就是接下來一路往下跌 你轉為空單來做操作 要嘛就是你去尋找一些資金的避風港 那這個股票它可能不會跌得太多 那在反彈的時候這些個股也會漲 相對來講我覺得對於大家來講 應該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所以有什麼樣的個股符合這樣的一個條件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檔個股 叫做2303的聯電 當然我們應該這樣子講 你說今天蘇建榮 這個國安基金的這個 這個應該什麼 就是負責國安基金的這個蘇建榮 蘇建榮忘記他的職稱是什麼啦 反正重點我要跟大家講的概念是說 他談到現階段國安基金不會進場 但是不論你信不信 我是不信 因為應該這樣子講就是說 不一定是國安基金 有可能是郵政有可能是勞退 那還沒有出動到國安基金 但是你說今天有沒有互盤 今天絕對有互盤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不是說把行情歸給互盤或怎麼樣 而是在於說 他的確是有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在於說 這個時候因為不確定性 還沒有完全釐清 所以你去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這個國安基金的操盤人 或者你是勞退勞除的操盤人 這個時候你接到命令 你要去做撐盤的動作 你會怎麼做 你會去強力買進嗎 或者應該這樣子講就是說 你會買在什麼樣的股票 是亂槍打鳥就全部漲 還是說你去買中小型個股 不會嘛 你一定是錢已經花在刀口上面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拉哪兩檔個股 這個效果最好 台積電對不對 聯電 所以這個是今天股價能夠拉起來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條件 但是因為台電的股價真的高 沒有這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是一張他買一張可能要60萬 我覺得對於投資朋友來講 可能不是這麼好去入手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覺得比較好的方向還是聯電 因為他這個地方其實具備有多重題材 怎麼說 我們先來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股價從上個 上上禮拜五股價突破之後 那當然後續過去一週 它的一個股價走勢算很溫吞 因為它就是股價一路的震盪回測 震盪回測 好不過在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說最終跌一毛 但是它是從60.9拉到62.4收盤 那最高點來到62.7 這個是破季線之後的收腳 我說真的在這個時候 如果不是勞退 不是關股航庫 誰會在這個時候 逆勢去把這個股價大幅度拉起來 好但是我剛剛講的嘛 它只會做防守 所以你看到這個股價來到平盤之後 就停住了 為什麼 因為它希望接下來 拉抬的力道是由市場來做貢獻 但問如何 它至少讓它的技術型態沒有破壞掉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聯電的股價 這是我們過去畫給大家的 那現階段 有朋友問我說為什麼我的區間 它沒有畫到股價的最高點跟最低點的位置 簡單來說 那個是一個突破 但是我們要去斷定它是不是假突破 或者是假跌破 所以我們畫出來的區間會長這樣子 不是碰到這個高點或碰到這個低點 因為你如果碰高碰低 你就是不斷的在 它突破或跌破的過程當中 你去調整你的區間 這個是不太對的 稍後我會跟大家講原因在哪個地方 但是你看到這個過程 簡單來說 它就是突破之後壓回 然後這個地方跌破 然後又站回來 所以它簡單來講 它還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它的風險上面其實不會太大 這是我們認為 其實大家在這個顯點當中 可以看聯電比較主要的一個原因 好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我想在上個禮拜 其實大家都還知道 我們手上還有一些被動元件股票 是做續報的 好所以講到被動元件 我想我們還是要從國劇這家公司 先跟各位做談起 那原則上當時股價 我們要先講 我們已經小賺出清了 但是它指標性 各股的地位沒有做改變 所以你看到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你看它股價其實幾乎都不會什麼跌 對不對 一路到11月26號那天長黑 灌破五日線 確認跌破五日線 我把它出掉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老師它今天股價又站回到五日均線之上 我知道 對不起沒有啦 就是說今天股價又大幅度往上去做拉抬 但是應該這樣子講 對於我們來講 它這個東西叫洗盤 那被洗掉沒有話可以講 但是應該這樣子說 這個時候你手上有現金 差別就是要不要買回來的問題而已 對不對 包括我們在上個禮拜 這個才是站回五日線 340的熱鬱金光 對不對 它破五日線之後 今天長紅可以站上去 但是說真的 洗掉就洗掉了 我們不會跟大家 好像講的我們好像有一樣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概念是說 基本上我們每一次的操作 我都會當作是 尤其這個時候 在絕對的高點的位置 當出現這種所謂的大跌 或者是長黑的時候 我都會當作狼真的來了 如果沒有來 我們再好好過生活嘛 對不對 你至少手上有現金 但是萬一狼真的來了 這一波如果股價是大跌的 那你會後悔 為什麼這個地方沒有調掉 所以對於我來講 賣錯沒有關係 重點是你凝殺錯不放過 因為有時候你一次不對 他可能就把你的獲利全部都吃掉 所以這是我一直要提醒大家的概念 那原則上破季線之後收繳 那目前的外資成本44.1 所以444.1 所以你看 為什麼今天到443 這個是外資的成本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國巨沒有掛掉 原則上對於被動元件來講 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凱美 你看為什麼我不去調整區間 從這檔個股當中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突破壓回來 再突破 我確認我突破區間了 所以這個地方它會是一個 如果你手上沒有持股的話 它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加碼點 但同時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看就是說 到底一檔股價它是有效的突破或跌破 你那個標準要畫出來 你畫出來之後你才會知道怎麼做 所以你從這一波的股價 你看這股價其實震盪回測過程當中 我們也是一路幫大家去做追蹤 一路到11月25號 你看我在114獲利出一半對不對 最高到119 但是你可以回頭過來看 到目前為止 也都還在這樣的一個位置裡面 對不對 那今天是回測5日出現收繳 原則上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個重點 就是說 當然我們過去跟大家講過 它的基本面這個時候 應該這樣講 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地方 但是後來我想一下 我覺得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 國劇現在變得起立心對不對 如果國劇沒有要吃凱美的話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這股本太大 那原則上接下來國劇集團的併購 會有誰發動 凱美啊 你不要覺得不可能 因為事實上 國劇已經證明過 國劇集團是可以吃 這個國際大廠的 那凱美會不會有 其他的整合性的題材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我覺得這個也是 最近期的股價為什麼會那麼飆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好因此你看 股價突破了相形之後 往上去做突破 到目前為止 我是沒有畫五日線出來 但是大家就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五日線破你就出 五日線沒有破你就 獲利續爆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最後談一下 這一檔個股也是突破相形的 叫做8163的答方 好那答方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他的低點是回色到 表態紅K的1.2 就是這一根紅K棒的1.2 你去高低點相加除以2 他剛好就是44塊3 好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跟聯電一樣具備有新股掛牌的一個題材 這是我覺得短線上面 大家可以留意資金避風港的一個個股 但溫如可 我想我們過去這一波的一個操作 對也好退也好 其實我們都在節目裡面公開跟大家做印證 我覺得這個時候其實大家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 因為最近的行情在多頭的時候 每個分析師都很好講 但是行情在跌的時候 我覺得是你可以去驗證 你的老師到底有沒有公開操作 有沒有都在節目裡面告訴你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測試的時間點 但是如果說我們這樣子做 我們當然不要求所有人都跟我們一樣 但是如果說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希望找一個分析師幫助你反敗為勝 你也覺得 欸 夏老師是這樣子的人 值得托付的話 我們歡迎大家可以透過下方的一個諮詢專線 來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一個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11月29號的台股最前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謝明哲老師的照片及簡介 成立LiAT群組 推薦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謝明哲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本LiAT ID為ATMONEY27525868 ParaGone ID為明哲888Y 無其他群組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贈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神聖評估並自付電努 判斷